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李德燕 现在录音时间是礼拜三 早上的11点24分 大涨136点 今天最高涨192点 接近200点 再创这一波段的新高 再来这一波段的新高 17750点 昨天欧美股市全面大涨 因为传出来俄罗斯跟乌克兰 谈判有希望 部分地区军事的活动会减少 但我个人觉得减少原因 可能要有待商榷 到底是因为俄罗斯已经打到快 弹尽粮绝了呢 所以故意稍微停一下来补充弹元 还是真的那么好心 要把战局慢慢的减小 这个需要做进一步观察了 因为现在普丁已经是完全没有信用了 所以普丁讲的话 其实都要怀疑他了 但愿意放出比较好的讯息 市场都是乐观以待的 昨天欧美股市因为这个消息的关系 德国大涨了402点 法国也大涨了3% 你看德国这波上来 昨天又创新高了 又喷出去了 整体涨幅来说 已经将近快20%了 已经起到20% 那英国已经快要来历史高点了 所以当大家还在担心战争的影响 担心疫情的冲突 其实股市是完全不受影响 还一路涨了 英国股市已经跨窗历史新高了 昨天美国股市道琼也涨338点 也创新高 纳达克昨天涨了1.8% 也创这波新高 非诚勿体也都一样 昨天涨了2.2% 所以说都没有什么外部的问题 台北股市的问题都是自己内在的问题 全球股市好得不得了 自己信心要赶快建立起来 不然讲再多也都没有用 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日本比较弱 日本跌了358点 日本这一波本来就已经很强了 那目前来到年限跟半年限的重叠压力区 暂时短线压抑住也可以理解 香港这一波涨了20几% 今天还在涨 大陆股市疫情严重 可是今天也全部都大涨1.2%跟1.5% 所以不要自己吓自己啦 台湾的疫情跟全世界比较起来 我们已经真好了 但该做的事情我们还是要仔细做好 因为毕竟传染力还是很高 所以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 小心还是很重要的 台北股市间预估成交量3094亿 最后应该会落在 因为早盘的预估量都会比较高 那最后的结果都会比较少一些 所以估计今天成交量应该会落在 2900到2800 那2900到2800还是比之前 前几天来得好一些 可是还是不够 大盘要站稳连线 成交量挥到3200亿以上 应该是必要的 所以从今天行情里面也可以看到 大家投入的意愿 有比较积极一些 可是还是要再加油 同样又不够跌 一样还是不够 那油市当然就不用讲了 出现了可能好的转换 油市一定是首当其冲 所以最近油的价格回的蛮多的 从115块钱 现在掉到剩下104块钱 那金属价格昨天也因此而一起跟着回涨下来 那比特币最近话题使然 因为俄罗斯同意用比特币来购买原油跟天然气 所以比特币最波涨上还蛮多的 涨了27% 所以很多商品也因为这个话题 跟着一起颠倒走 那么看一下今天成交量的分布 今天成交量的部分 65%回到电子股 所以电子股慢慢的资金重新回流 航运股剩下8% 钢铁股剩下3% 金融股4% 那最近金融股的量也不是很足 可是一些低价的金融有一些表现 可是高价的像富邦金国泰金 这个就比较涨不动 金融股对大盘指数稳定还是有贡献的 我们来看一下航股的部分 航股目前成交量只有8%而已 所以量能不足 航股要大涨当然也是不可能 航股要能够维持在20%到28% 这样的内容表现起来才会来得比较够热 目前长龙阳明都呈现小涨 早盘长龙一度来到136.5元 1块半 目前在平盘 阳明早上一度涨了2块钱 来到125.5 目前是小涨5毛钱 冠海目前是涨了3块钱 涨了2% 那现在指标已经来到低档区了 指标已经来到低档区了 可是依照时间周期计算的话 现在是第19天 所以还有两天的时间 所以后面两天 礼拜四礼拜五 原则上还会继续的整理 等到21天整理结束之后 那就要注意了 21天整理结束之后 长龙阳明就有机会再发动一波 新的走势 新的多头 要注意哦 钢铁股的部分 今天剩下3%的成交量 剩下3% 市场热度 当然是不够 所以相对的今天 资金回流电子股 钢铁股相对就变成盘局 那大成刚刚有跟大家讲过 这个底部48块钱 我们怕这会收到的啦 让它整理完之后 下个礼拜开始发布3月份营收 就有开始在动的机会 然后让配息配的不愉快的情绪 宣泄完之后 接下来就有机会再涨 大成刚目前涨了0.25元 我们来看一下电子股的部分 电子股今天整体的资金比较充裕 可是你可以发现到 台积电今天占了指数 目前台积电涨了9块钱 占指数占了75点 所以一半的指数是台积电的贡献 台积电现在成交量2万1千张 2万1千张当然还是不够啦 可是已经比昨天的1万5千张增加了 增加比较多了 台积电目前正好来到年限 600块钱的位置 600块钱要站上去啦 大盘还要在供 台积电的贡献绝对缺少不了 因为加权指数已经站稳 年限跟半年限了 目前年限位置在1万7千 309点 那指数目前在1万7千700点 所以差别细霸电嘛 所以台积电联电这两只股票 接下来要赶快站上年限以上 那么加权指数年限 才会无后顾之忧 所以台积电跟联电这两家公司 是接下来你一定要注意到的 两只指标股 联电目前是涨了4毛钱 来到54.4 联电平台54.5 要站上去要站上去 下个礼拜开始发布三月份移收之后 联电就有机会 在利多的推动之下来发动攻势 所以接下来联电台积电这两只股票 你要注意 那电子股最近单兵作战 涨高的就不要追了 你看华通两天这样一打下来 你过去堆就太慢了 要买就买了 我当时就在这里开始讲了嘛 对不对 那你等到涨那么多之后 再去买就太慢了 联发科上来了 联发科早盘又来903元 那目前开始慢慢上来了 联发科也是剩下最后三天时间 前面一波涨了54天 那这一次在昨天被外资降平等 真的是可恶的外资 那我跟大家讲过 九百块吃虾 你不会吃虾才对大气 外资的评估 听听就好 不要太认真 也不要太相信 你要听外资的 你要相信外资 那你会有赔不完的钱 联发科最后两天 两天后只要950再站上去 那么联发科的发动 就会带动IC设计族群 有比较好的表现 联永先开高 开在430元 可是被联发科早盘的弱势 给压了回来 那目前涨3块半 联永反转时间已经到了 联永反转时间已经到了 现在等的是一根确认的棒子 确认棒子 就是一根3%的红棒 加带量 目前3%也还没出来 量也还不够 所以接下来联永 能不能出现3%的棒子要注意 如果你想买的话 那么420这附近 该买你就要进了 所以联发科未来的动态 将会影响到面板驱动IC的整体表现 那今天强貌比较强 早上一度供到涨停板 强貌也整理蛮长时间的 从去年7月份一直到现在 已经整理了七八个月 可是坦白说价格我还是嫌贵 因为强貌一年的业绩 大概5块钱左右 5块钱的EPS股价在100块钱 本元比20倍 本元比20倍有点偏贵 可是股价整理了一段时间 尖量有出来 你要做可以 强短就好 请问一下第一手 因为上面还是有套牢区 套牢位置大概在115块钱 所以大概10%的利润空间 你想要强短的话 可以注意 大概10% 现在有些股票在高涨的 你要做尽量就以短线来做就好 台积电目前涨了10块钱 同时间世界先进涨了3% 光照涨了3.8% 所以很明显的台积电朋友 也开始慢慢转强 这个对于台积电后面的发展 有正面的帮助 昨天美光发布财报 财报发布完之后 盘后美光大涨了4% 可是目前 记忆体的部分 反而没有跟上脚步 什么原因 因为记忆体股在昨天 也被外资降目标价 降平等 所以我说可恶的外资 美光已经涨了一段时间了 我们来看一下美光 美光股价已经涨了一段时间了 盘后 发布财报之后又涨4% 人们已经对七十块 起来八十六块 70%涨到86% 已经涨了20%了 结果外资还在降 台湾记忆体的平等的目标价 所以外资真的是 唯恐天下不乱 到处在放火 到处在劳烂台北股市 那你自己要有定见 因为市场就是这样子 当市场就是这样子的时候 你更要加强你自己的本职学能 不要被外资给影响 你要有自己的看法 很重要 我冒间又跌了5% 因为连公司都 看坏今年的营运 你看我去年就跟大家讲过了 我古年西八户就讲了 再来不要去碰文贸了 因为没有新的产品 没有新的利基 营运要成长不容易 果然文贸从460 现在剩下260 460来到260还是不能买 因为营运是下滑的 去年剩下12块钱的获利 所以有些股票该避开 还是要避开 你不要因为它股价跌深 你就有想要买进的意愿 最终还是要回到本职面来看 好 今天国桥大涨4% 国桥昨天发布财报 也发布配息 配息单还是不满意 去年赚了6.47 贪贪费钱 配个两块钱 两块钱配息率只有30%而已 坦白说配的也是不够 可是配两块钱已经是国具 历年来配最多的一次了 所以今天市场上还是给予涨升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价格太低 目前股价28块钱 28块钱以赚6.7来算的话 本比才6倍而已 所以股价过低 加上配2块钱现金 所以股价还是有补涨的机会 那更重要的每股净值 目前有高达36.4元的净值 有没有机会来每股净值 要再加油啦 量还不够 可是至少这种股票在这个地方买 几乎是没风险的 所以还是有蛮多安全型的股票 腾辉量太少 腾辉价格有优势 可是量太少 因为现在大家对于KY 还是存在着疑虑 很可惜 经验这一波跌很深 从300跌到剩下175 股价几乎腰斩 可是我个人认为价格还是太贵 因为今年一年每股获利大概8块钱 8块钱如果股价在180的话 那本益比也是20几倍 20几倍本益比顶多 强强跌升反弹短线操作就好 长线的攻击恐怕不容易啊 之前涨到300多是因为嘎空 因为嘎空的关系 小型筹码股嘎空题材 一路拉上去有那个机会 那现在没空单啊 所以要再回到300块钱 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要做的话 长长短线 今天车用电子比较强 因为昨天美国股市的 通用汽车福特汽车 全部都涨4%5% 所以车用电子跌升反弹 可是要注意的是后续的爆发力 同志连涨第二天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价格太贵 去年美股获利3块钱 等于比已经50倍了 那50倍的股票跌升 也会反弹 所以你要做强个短 无所谓 或是会向钱 会向存 今天维影大涨 我现在想一个问题 维影现在1000块 EPS是49.4 本比25倍 不到25倍 大概23倍 赚不到50块钱 股价在1000 法人反而认为这是好股票 那联发科赚70块钱 本比13倍 外资反而在降它的平等 很奇怪 所以有时候你把脑袋搞清楚 头脑清晰之后 你可以多去看外资的评估报告 很多都是是是而非的东西 那如果连 维影本身还算制造业 它是做伺服器的 所以毛利率相对只有8%的毛利率 联发科毛利率有高达49%的毛利率 所以联发科的获利性一定是比较高的 那反而联发科赚了70块钱 那外资在降它的平等 所以有点心 你自己搞清楚之后 你就知道到底外资的话是能听还是不能听 金财今天涨停 台基电一涨把金财给带了上来 这次金财从230跌到剩下120 跌的也是好深 可是金财美股获利 第四季 去年是6.9 6.9股价130 本比大概快20倍 有跌升反弹的机会 可是要有大波段的涨势 恐怕也不容易 所以你要买的话 就够底涨 现在百三后再买 百时快走 140跑掉 这种价格相对还是高的股票 你要做的尽量短线就好 长线要做 你要找有长线爆发力的 长线爆发力它具备条件 除了营运要持续提升 同时股价要够低 本比越低越好 你往这方面去找 那么才有三成五成的利润空间 否则只是看盘面强势的个股 你看昨天 所有盘中节目都在谈化工 结果化工股东减 昨天大家都在谈东减 东减今天一开就跌铁 昨天大家都在谈台肥 台肥今天开低就大跌 很奇怪 你盘中看很多分析节目 都在谈最强的股票 可是往往两天之内就会出现大跌了 因为当大多数人过度热衷 去追强势股的时候 正好让主力有下车脱手的机会 所以不要一味的去追强势股 长期下来你一定会很惨的 长期下来一定不会有好成绩的 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才是可以长长久久赚大钱的机会 股票市场是长期经营累积下来的成果 你要有真正让你稳扎稳打 赚大钱机会的方式 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 我们的负责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我们下午见 本公司以往节期效不保险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件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首先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